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2月2号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川 今天咱们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叫做你被公仆经济所制造的虚假繁荣 骗到了吗 或者说简言之 你被骗了吗 你被上当了吗 怎么回事呢 这个事情起 是昨天咱们录了一期中国餐业倒闭潮的视频 我看到有一些 不是很多 但是有一部分观众在说我胡说八道 在说中国我在的地方 生意好得很 很多餐饮红火得很 你是纯属胡说八道 这一点其实非常有代表性 其实这个人他并不是在说谎 他所看到的确实是红火 他眼睛没有骗自己 但是他的那个红火 是被公仆经济撑起来的虚假繁荣 尤其是中国最近公布了他的债务情况 地方债再破新高 突破40万亿大关 还有隐形的城投债等等 在这个情况下 中国的公仆经济会成为一个爆点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把这事拿出来 录一个小段 跟大家简单的来聊一聊 帮助大家更准确的 精确的了解中国现在经济的真实情况 好那怎么回事呢 首先咱们先得说一则旧文 是2023年我记得是7月份的时候 当时咱们也做了报道 有一个叫李昌平的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警惕县城经济萎缩到只剩公仆经济的地步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知道公仆经济这个词的 我是通过这篇文章知道的 这个李昌平呢 他原来在中国的农村 在基层 但是呢 担任过乡镇的党委书记 2000年3月份的时候 他上书了当时中国的总理叫朱镕基 反映了湖北农村的一些问题 说农民苦啊 农村穷啊 农业危险啊 从那个之后 引起了中共中央对于这个三农问题的关注 然后辞职后离开体制 从事媒体和乡村建设工作 这个人我们不好评价他 因为我不了解他 但是他说的问题 我看了确实存在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跑遍全中国 感受到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景象 怎么奇幻啊 他说绝大多数县级城市的那些工业园区 这些真正的利润增长点 怎么样 冷冷清清 没有什么厂子在开工 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建设 反而怎么样 吃吃喝喝 大行其道 而且呢 不仅工业园区冷清 他后来说 说房地产我也看了也是冷冷清清 那这意味着什么 国陆红红咱们都明白 房地产冷冷清清和工业指数冷冷清清 就意味着相关的产业链没有开动 没有形成这种利益带动链条 同时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无以为继 在这种情况下 吃吃喝喝还在热闹 你品着里边的味道 钱是从哪来的 然后呢 他说中国的这个中西部 好多好多的县市啊 每年的财政收入 也就是两到六个亿 这是他的原话 两到六个亿 但是每年支出 却是十几个亿 或者几十个亿 也就是说 财政支出花的钱 是他实际财政收入的 五六倍 甚至十几倍以上 这个怎么能够玩得下去 好观众朋友们 咱们明白了公仆经济是什么之后 咱们来看眼下的局面 为什么我说很多人 你们被公仆经济所创造的虚假繁荣片了呢 就是我们日常人 普通老百姓 尤其看咱们节目的一些强烈的朋友 你们日常生活 两点一线 三点一线 或者几点一线 上班 接送孩子 朋友聚餐 回家 你们所接触的就这些 如果你们不是一些相关产业园区的 或者相关的从业人员的话 你根本无从看到中国经济真正的命脉 OK 中国真正经济的面脉 经济的这个命脉是什么 是吃吃喝喝吗 不是 那么中国经济真正的命脉 是房地产 是工业 是出口 是制造 是农业 唯独不是店里这些小吃店吃吃喝喝 前段时间 中国搞香港 搞这个反动中 把香港变成了死港 烂港 非常令人惋惜 结果香港政府 现在也是烂得一塌糊涂 港府现在前段时间推出 说鼓励大家上街去 去卖这个鱼丸 当时被很多人骂 为什么 香港的经济支撑 是靠卖鱼丸卖出来的吗 那高达上万的GDP 或者说什么什么东西 是靠卖鱼丸卖出来的吗 不是 靠金融 那现在中国香港的金融是什么样子 去看看香港的各个股市 创业版 是什么尿性 你卖多少碗鱼丸 拿鱼丸给你盖成木 把你淹死 也挣不回香港曾经的繁荣 对吗 中国眼下也是如此 所以你们看到它很繁荣 你们就想当然的以为 中国其他也很繁荣 不是的 根据我手里的数据 中国的2023年 2022年 这段时间的出口 往年这些什么电子配件 这些就稍微有一些技术的行业 比较有一些暂时不可替代的行业 出口还是占往年的20%左右 这是中国官方自己的数据 也意味着产烈的外移 暂时还没有太过波及于他们 但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 玩具 衣装 鞋帽 这些容易复制的 或者说已经在越南 印度这些地方 墨西哥建厂的这些人 印度西亚建厂的地方 原本的占比从20%跌了8个百分点 跌到了12%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很多的工厂倒闭了 很多工厂迁走了 中国没有那么多的这方面的出口了 相应的意味着有大量的工人 你别看只是从20%跌到12% 但是实际上 有接近一半 也就是说百分 我这数据不太好 40% 就咱们说50% 一半的工人回家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些人他是没有消费力的 但反过来 那些地方上的公务员 他可有钱 同样根据我手里的数据 中国很多地方 两个怪现象 第一 当地平均的那些打个工或干个活 一月工资2000到3000 当地的公务员一些临时工 工资也是2000到3000 但是你知道中国这些地方的公务员 他们的有编制的收入 每月多少吗 至少1万起 有的拿到1万6 2万 3万都有 所以你按这个比例算的话 有编制的公务员 是其他的普通市民 普通的人民 和没有编制 但是是临时的公务员的 至少5倍以上的工资 往上 上不封顶到10倍 甚至更多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县城 你们很多人看到 还是红红火火 因为这些地方 是为那些公务员去服务的 当老百姓为了孩子 看不起病 吃不起药 上不去学 发愁的时候 这些公务员 愁什么呢 我钱都花不完 我发愁没地方投资 哎呀愁死了 人家当然夜夜升歌 可跟他们说了 是吧 他这些钱 工资支出 都是从现财政里走的 但财政入不付出 支出是收入的几倍 甚至十倍 十几倍 那这个钱哪来 中央的转移支付 而中央的转移支付何来 从东南五省 浙江 广东 福建 这几个富裕省份 从这些省份抽血 抽南方人的血 供养全中国 所以李昌平 他在中国国内 他把这称为公仆经济 其实如果让我们海外人来说 砖头更愿意把他命名为吸血鬼经济 OK 他是吸中国几个富裕省份的省 来弥补全国的亏工 也供养了那很多的贪官污吏 就这么简单 那你想想 这份东西 他能玩得久吗 我们昨天说 说寒冬到您家门口了 有些人反驳 你也不想想 观众 你咱们诚恳的 开诚不公的 心平气和的说 不着 咱也不着急 你就想一想 什么叫经济繁荣 泡沫 对吗 经济泡沫 很多人 现在确实是很多商场关了 很多餐饮关了 但还有很多开着的 但你要想 关掉的那些 是不是就是破碎的泡沫呢 以前他为什么能开 是他也许没太活 但是开一个小店能活 这就是经济繁荣 我们不要从一个极端 走到另一个极端 那你这些店关了之后 它活不下去了 是不是就是这部分利润空间 这泡沫消退 再往下降 而他一下这么连续的 大规模的关店 是不是证明 这个泡沫摔退的速度 或者崩溃的速度 远超你的想象 你不要认为说 市面上还有商店 还有工厂 还有这些地方在运转 还有这些餐饮 歌厅 还在玩闹 网上还有人在炫富 你就觉得 中国经济好 那些人好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是吃得起 还是喝得起 还是消费得起 对不对 那些公务员 他们有上面输血 就像雪草姐一样 对不对 人家有的是资源 没有了 改了一个就是 怕什么 那你有吗 人家说 我背后有个强大的祖国 人家是真有 咱们是什么 咱们是人矿 咱们背后有 咱们就是资源 对不对 所以整个的中国的公图经济 所维持的一个繁荣的假象 让你们很多人认为中国还有希望 而真正的那些支撑中国的支柱 房地产已经摇摇欲坠 频频爆雷 下一步就是银行 OK 下一步就是银行 看中国能不能度过这个劫 OK 然后那就是地方的政府 这些地方部门 如果转移支付停掉的话 地方人一定会出乱子 而东南极省 他们现在也在不断的失血 刚才说了 是吧 这些劳动密集型的 以前有很多人到这些地方去打工去 去进场打工去 焊螺丝去 现在螺丝都没得焊 今年很多的春运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变 这种情况下 他还有足够的钱 或者足够的血 供你中央继续转移支付吗 中国的一切问题 最终都是政治问题 都是制度问题 地方财政 地方这些公务员 他们真的 我就正确话 他们配得上每个月一万多的工资吗 每天朝九晚五上班 喝茶聊天 打币吹牛逼 干女干部 是吧 他们不干的这些事情吗 不要觉得我这好像很粗俗 因为最近这两年 出了大量的公务员和他们的下属 被偷拍 然后放上了 他们每天在干嘛 在村镇乡的办公室里边 我就不说了 挺恶心的 对吧 所以他们根本不配得上 这每个月一万多的工资 但是他们就拿了 这就是权力和体制 而你断掉这个的时候 地方这没人在帮你维稳 没人在帮你干活 甚至没有人帮你监督汇报 没有好处先给你打小报告呢 那到时候中国是不是一片混乱 我就问你这个问题 对吗 所以公僕经济或者说吸血鬼经济 它所创造的虚假繁荣 咱们不能被它蒙蔽掉 你一定要清楚 现在中国处在一个非常非常敏感 和非常非常危急的时刻 当然是对于统治者来说危急 对于老百姓来说 眼下最难的就是如何在未来 仅有的一点活路 也失去的时候怎么活下去 你想想这一年发生了什么 很多地方的网约车 已经停止注册了 不让你加入了满了 而现在就在留在里边的网约车 自己也经常抱怨什么 接不到单 没有很多人宁愿说我坐公交车 我腿着 或者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业务出行 所以用不了那么多网约车 那司机在车上就空跑 收入明显下降 然后外卖 外卖现在很经常 以前是供不应求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 不点外卖了 自己在家开火 这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多余的钱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饮食安全 包括专头也提倡说 您在家自己炒菜做 对吧 这样更安全也更省钱 所以外卖人员也挣不到那么多钱了 没那么多人点了 所以这些事件都在证明 这些跟这些 昨天咱们说的倒闭的那些餐饮业 都是普通人或普通小老百姓 跳一跳 蹦一蹦 能够够得着的谋生的手段 而这些手段都在失去的时候 工厂不招工 企业老板卷款跑了 倒闭了 不招人 毕业就失业 我问你怎么办 我问你怎么办 这个是我有想 如果我在中国的话 我头发的 当然我已经没有了 但是我一定会 如果还有头发 我都能想秃了头的问题 无解 所以总而言之 也而总之 你会发现 中国眼下这个复杂的局面 根据我的分析 他很可能在2024年 就会开启新一轮的地方的这种人员的精简 他不可能放了这些雷 继续不管 但是这些地方的精简 裁谁不裁谁 这又是一个新的内部权力请诈的这种 内卷的这么一种一个玩法 到时候肯定会出来一些新闻 爆出更有多的猛料 那些被裁的人 一定会想方设法 爆出各种料来 然后把那些还在位置上给他拉下满 到时候中国的内政会很好看 会有各种各样的花边的丑恶的 或者是过分的新闻被爆了 到时候我们会尽量第一时间 给大家进行讲解 或者进行分享 但是另一边 你看这个事情的脉络 对吧 整个世界在提倡什么 在提倡自动化 机器人 人工AI 我就说过很多人 当时很多人跟我意见不一样 说AI会让人类更好 好了吗 都是开发的尽可能的替代人类的 这样的技术 而这种技术 对于那些人口少 劳动力不足的国家 像美国欧洲这样的 都是好消息 它将会不再需要那么多的移民 给它带来冲击的同时 它就能提供足够的劳动力 而像中国这种劳动力输出的 低端产业 人口密集型产业 包括印度 如果没有外界去转移 把中国资产转移过去 这个工厂转移过去的话 印度同样也是受害者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 它不可逆 您再仔细算算那些晚上 那些灯红酒绿的消费 它才能有几个钱 一栋房子动不动几十万上百万 换成钱让你每天去吃 你算算每天你花一千块钱去吃 你能吃多久 OK 真的不要再被这些眼前的很浮浅的东西 再骗了 冷静一点 看清中国的现实 才能规划好您和您的小家庭 你们未来的幸福 这国家死不死 其实跟你们没有什么关系 跟咱们也没有什么关系 过好自己的小家 才是首要的重任 也是我们最应该关心的 有人肯定会说我没有大局官 是吧 无所谓 你找那有大局官的去 是吧 就找张维伟去 去找金灿荣去 赢两次 赢麻了 好了 今天这小段 跟大家聊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这个劫难 2023 2024 估计再有个几年 事情会有一些大的转机和变化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